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我是任時 今天是5月4號 星期三 本集共有7條新聞和分析 中共加緊清洗傅政華流毒 傳北京50多公安高官被革職 馬某某身份曝光 你推翻中共政權 反美人士司馬南又翻車了 大罵美國 結果兒子給他挖了一個坑 上海當局逐漸放寬封城措施 部分區域可外出採購用品 但不能使用各類交通工具 包括自行車 上海局委會窩藏點被曝光 警察戶架轉移物資 鄭州封城 居民搶購囤貨 整豬整洋拉回家 最後是阿波羅網報導 妙!人民日報號召全體青年挺身而出 我們每天發布4到5個視頻 每冬早上一般連發2個視頻 每冬時間晚上6點到8點之間 一般連發3個視頻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能收到油管每天發送的3個視頻通知 感謝您的支持 點讚和轉發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北京前資深媒體人高瑜5月2日推特發帖稱 市公安局開展清除傅政華流毒行動 把50多名局處級領導幹部清除出公安隊伍 有分析指出 現在中共高層的內鬥極為激烈 為確保二十大順利續掌權力 習近平要盡快拿下傅政華的餘黨 清除更多的潛在威脅 推文說 昨天市公安局開展清流毒行動 把50多名局處級領導幹部清除出公安隊伍 市委組織部對接收被清理人員的單位有三步要求即 不能進機關 不能管人財務 不能提拔使用 被清理的有 遠景學院黨委書記高岩 治安總隊總隊長王毅 經貞總隊總隊長石戰平 評估分局政委王雨霞 順義分局政委車延 海淀分局副局長王申宇 通州分局副局長郭平 此流毒屬於傅政華流毒 中共官方在今年3月31日通報 去年10月落馬的 前中國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傅政華 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雙開 罪名包括對黨不忠 參加孫力軍政治團夥等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陳破空認為 傅政華的關鍵問題是捲入了所謂刺襲大案 這是黨內鬥爭的一部分 是個政治大案 陳破空分析 這個大計畫 預定地點是南京 時間是公計活動的時候 參與者有跨省市的政法系統高官 高級官員就包括司法部長傅政華 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還有其他前任的公安部副部長 現在先後落馬或者消失的 大陸前公安董廣平曾表示 拿下傅政華是反習勢力與習勢力之間的鬥爭結果 董廣平認為 現在反習勢力正在聚集力量進行抵制習近平的連任活動 反習勢力與習近平勢力在二十大之前的角逐會愈演愈烈 還會有很多的事件 案件發生 港媒《明報》5月4日報導 有知情人士證實 北京警方確實在肅清傅政華餘毒 北京市委組織部對接收被清理人員的單位有不能進機關 不能管人財務 不能提拔使用等三步要求 宣騰了一天的馬某某身份被曝光 5月3日晚 中共官媒《法治日報》報導 馬某某1985年出生於浙江溫州 現任某科技有限公司研發部經理 報導稱 今年3月以來 馬某某在網路群組傳播各類信息 還發表獨立宣言 甚至籌備成立大陸臨時國會 擬推翻中共政權 在官方公布馬某某身份之前 央視報導 杭州馬某涉嫌利用網路從事危害國安活動被抓的消息 引發一場烏龍鬧劇 由於阿里巴巴總部位於杭州 加上馬某 國際網路等關鍵詞串聯一起 外界一度預測是馬雲被抓 導致股市震盪 3日上午 阿里巴巴股價大跌近10% 約300億美元市值瞬間蒸發 隨後 黨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在微博發文稱 杭州市國家安全局抓的是馬某某 不是馬某 央視新聞和新華網等官媒也都將馬某改為馬某某 阿里的股價才反彈 旅美時事評論員秦鵬分析認為 這個表面上的烏龍事件 絕不是簡單的比悟造成的 而是中共最高層對馬雲 阿里及其他高科技公司和民營企業的再次敲打 秦鵬認為 在中國當前的環境下 馬雲再度低調當選 這商總會會長 背後應該有官方運作 否則馬雲本人不敢接手 可以判斷 馬雲已基本平安落地 但是沒有人知道 中共會不會再來一次什麼運動 讓馬雲再次中槍 罵美國始終是司馬南的工作之一 最近幾天 也是頻繁地對美國口竹筆伐 唯恐他的粉絲 不知道美國是多麼的不適合人類居住 先是因為大流行病無數去世 又是美國人不顧形象 接著就是不明原因肝嚴 總之 司馬南就是告訴我們 美國完蛋了 一定不要去 署名為《逆蕊頓侃》發表文章說 司馬南老師還通過系列篇 我與美國人談心 系列之六 告訴我們 美國正在失去中國青年 有句歌唱得好 沒有槍 沒有炮 敵人給我們造 司馬南老師看到美帝正在失去中國青年以後 積極鼓勵自己的兒子兒媳赴美 打入敵人的最深處 雖然司馬南老師做這些都是無私的 悄無聲息的 但是最近IP地址 將司馬南老師為民族大義做的巨大犧牲暴露出來了 微博地址顯示 司馬南的兒子 微博號于家雄 兒媳婦微博號沈冰冰 地址準確地顯示 已經成功打入敵人內部 尤其是他的兒媳婦 在簡介中 已經明確說明了自己是在紐約的一位表演藝術家 我們也可以看出 司馬南家真是書箱門地 全家都是表演藝術家 有吹的 有拉的 有彈的 個個都有精湛的演技 經過這幾天IP地址照耀鏡的顯現 司馬南親自指導 目前她兒媳婦IP地址已經成功顯示為北京 而且就這3日 沈冰冰發了一條微博 證明在中國排隊做核酸 只不過你拍個背景就證明自己在國內 是不是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 上海當局5月1日開始 對部分區域實施微弱解封 允許防範區大約1500萬人持陰性證明在區內有限活動 還沒有設區面基本清零的中心城區及封控區居民 僅可以在小區內活動 每戶指定一人 7天兩次限時分批前往超市購物 藥店配藥等 此外 要確保四個不得 一是不得跨街鎮流動 只在域內出行 二是不得跨入管控區 封控區 三是不得跨居民小區 跨村活動 四是不得使用各類交通工具出行 無程步行進出小區 外來人員不得進入 於是出現許多民眾挑著扁單 或是推手推車出門購物的場面 不少網友戲稱 如今超市的門口 就像是80年代的車站月臺一樣 也有網民說 上海網友言魔都喚世 解封後一夜回到49年前 淪陷前也沒有這樣的光景 為解決出行問題 青浦區甚至出現鋁團購 不少網友紛紛留言 我看很多人騎的 笑死了 鋁團購群拉我一個 市民說 上海目前政策是任何交通工具都不允許 包括自行車都不可以 於是人們開始團購鋁了 公司剛拿到4張通行證 我還是覺得騎鋁比較拉風 騎在非機動車道 應該可以吧 上海社區人員私吞倒賣外地援助物資 屢屢被曝光 5月3日 網上又傳出一段視頻顯示 疑似松南七村居委會派車 從窩藏地點轉移物資 現場有大批公安列隊維持秩序 不允許居民靠近 5月1日 網上傳出一段視頻 顯示上海寶山區松南七村多名居民深夜敲開一個大鐵門 闖入院中 一進門就發現地上堆放大量物資 其中有包裝箱上印有上海加油字樣 疑似外地援助物資 有居民稱 他們說是別人團購不要的 另一名居民反問 團購不要的怎麼寫著上海加油? 據《大紀元》報導 藏地物資的地點疑似是一個廠房 寶山區松南十村居民李女士透露 七村村民發現 裡面好多物資 包括水果什麼的都爛掉了 也不發給民眾 他說 寶山區物資發的很少 最近松南七村 八村 九村和四堂三村 四村都抗議得很厲害 中國河南省會鄭州市5月3日下午突發通告 從4日起實施為期一週的防控措施 具體要求是 即日起全市人員非必要不離證 外來人員非必要不入證 鄭州市主要城區的所有學校均改為線上教學 政府機關和私人企業員工居家上班 每家每戶每天可有一人 憑檢測陰性證明出門採買 官方的上述通告發出後 許多市民立即意識到 實際大流行病一定遠比官方公布的數字更嚴重 而且防疫措施也隨時可能升級 於是紛紛湧向超市和菜場 展開搶購囤貨行動 從網路上曝光的視頻片段可看到 超市中人滿為患 部分貨架上的熱門貨物已經被搶購一空 菜市場上也是人頭攥動 不少人甚至買下整扇豬或整頭羊 然後用電瓶車 摩托車搭回家 網路社群中 鄭州網民們也在熱烈討論購物囤貨的話題 上海這波給鄭州人民嚇過嗆 一個多小時 超市和農貿市場都空了 今天晚上從餐廳吃完飯出來 大家都瘋了一樣去超市買東西 超市那人擠來擠去的 水果店和麵包店也搶得差不多了 這場面屬實是有點的震驚 這氣氛已經烘托到這了 搞笑的是 男孩子囤的物資是一推車的可樂 此外 大量民眾舉家逃離鄭州 不少車輛匯聚於城市主幹線 導致鄭州交通擁堵 阿波羅網秦瑞報導 今天是五四青年節 中共各大喉舌紛紛對此進行宣傳 中共人民日報在其頭版連發四篇與此相關的文章 阿波羅網記者發現 一篇名為《新時代》總書記這樣既往青年 再度出現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金句 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據悉 這段話最早出自香港國難五金老闆李希正口中 國難五金是一間售賣防護用品的店鋪 這個口號曾多番被其印在不同的產品中 例如襯衣及銅卡等 在反送中運動中 廣泛受到香港抗爭者認同 也曾經鑒於街頭抗爭場合 2020年9月 習近平在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引用了這個口號 當時港媒報導李正希說 這句口號是他的弟弟李覺希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時為他撰寫的 當時主要想傳達兩個理念 首先是香港人不要以為可靠美國等外國勢力打救 應該自己救自己 其次是他想表達 每一位抗爭者都只是平凡人 而非沒有瑕疵 沒有缺點的聖人 這句口號從此不斷被傳開 並在反送中運動中遍地開花 令李正希覺得驚喜的是 就連大陸朋友也對這句口號產生共鳴 他認為 這或許是因為內地近年也不時爆發公民抗爭或維權抗爭事件 像新疆維族人 廣東烏坎村村民以及其他地方的示威者 李正希說 套用在內地受壓迫的情況 或者他們的生活狀況 他們對這句話有共鳴是合理的 我這樣認為 而對於這段口號出現在習近平的講話稿中 李正希當時開玩笑說 他用這句口號製作的T恤 近日突然銷量大增 因此定避竭盡全力 繼續推動及謹記其教誨 5月4日 中共《人民日報》再度引用反送中金句 如同向全國中國大陸青年喊話 應學習無數的香港青年人挺身而出 這就是本集的全部內容了 感謝朋友們對我們的贊助 支持 轉發和留言 請別忘了訂閱和打開小鈴鐺 再見 Phar d april 頒探討 ова枱閃一下